这是一个稿酮的测试盒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 里面有一支试管 你只需要在早晨起床以后 往里面吐一点口水 对不起有点恶心 写好你的个人信息 放在提前给的包装袋里 就完成了 可能看到这儿很多小伙伴们好奇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 难道是你某些方面出了问题 别着急 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也许很多小伙伴 第一次听说稿酮这个东西 是和爱的骨掌有关的 我也是 但其实作为一种存在于 咱们身体里的激素 它对咱们的自信 经历 记忆 以及体型 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根据2001年的一个调查研究表明 在把61位男性分成五组 分别注射不同剂量的稿酮之后 在保持相同饮食 和完全不进行任何运动的情况下 它们的肌肉量 肌肉大小和力量都有增加 而脂肪含量明显下降 而随时给的稿酮的剂量越多 它们的变化越明显 这说明了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用做 增肌减脂 太让人羡慕了吧 不仅如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旧的时候你的睡眠 明明已经很充足了 但仍然会感到很疲劳 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 也许你会想 我怎么变懒了 但是 如果你长期就有这个问题的话 很有可能 是和搞同水平低下有关 包括女生 所以大家看到 不管是为了有个好身材 还是为了生活工作更有动力 又或者是为了你的另一半 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搞同水平 都至关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测一下 看到这儿 可能有小伙伴好奇说 那既然搞同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 维生素一样 每天吃一点进行补充呢 主要是两方面原因 第一 搞同并不是越高越好 因为过高的搞同 有可能会导致 脱发 长痘 抑郁 雌化 心脏病 甚至是癌症的风险 假如你已经有了这些问题 过高的搞同 只会让它们变得更加严重 因为搞同会放大你的基因 我这发际线就没法用 更重要的是 当你外服了搞同之后 你的身体就会告诉自己 我已经有了这么多搞同了 自己不需要再生产了 结果呢 就是你的蛋蛋会变小 是不是很可怕 更可怕的是 就算你停止服用 它也再也回复不到以前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在 没有医生的监控和指导下 使用搞同 当然了 正常情况下你也买不到 我还是带上吧 所以尽管美国密钥协会 建议成年健康男性的 搞同水平 大概是在300到1000纳克 每分升 但我个人建议 大家应该维持在600到1200纳克 每分升左右 这样既可以避免 搞同过高或过低的副作用 同时也可以尽可能的 从中得到各种好处 比如增肌 减脂 提升你的精力等等 而好消息是 我们可以不记住药物 用自然的方式 来尽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那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已经被科学验证过 行之有效的方法 咱们话不多说 Let's go 第一 收入充足的优质脂肪 1984年呢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测试 在减少了30位男生 日常饮食中的脂肪摄入之后 他们的搞同水平 都有了明显的下降 但有意思的是 当他们恢复到之前的脂肪摄入量之后 搞同也随之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 这说明什么呢 搞同和咱们平时吃的脂肪摄入 是有直接联系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脂肪 都对咱们有好处 比如大家看这张图 在2017年的研究里 通过调整209个男生 饮食里不同种类的脂肪含量之后 咱们可以看到 随着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和反式脂肪的摄入升高 搞同反而有明显的下降 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和Omega 6 反而让搞同有明显的上升 所以说人话就是 大家要多吃鱼类 比如三文鱼 吞拿鱼 鱼油 以及鸡蛋 尽可能少吃垃圾食品 比如汉堡 薯条 披萨 饼干 爱吃这些东西的小伙伴千万别打我 多去想想它的好处 这样一加一减 你的搞同就会有明显的提升 我也来提升一下 说到饮食 另外比较常见 同样可以提升搞同的食物 就是葱 姜 蒜 准确的说应该是洋葱 在2012年的一个实验中 在给老鼠分别喂食 洋葱汁和姜片之后 它们的搞同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而在2001年的一个调查研究里 在给老鼠定期喂食大蒜的补剂 结合高蛋白饮食 在28天之后 也发现搞同有了明显的上升 尽管目前还缺乏对于人类相关的实验 但是因为老鼠 从解剖生理和基因上来讲 都和人类有相似之处 怪不得有人说长得像老鼠 我个人相信 葱姜蒜是很好的 而且成本比较低的 提升搞同的食物 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吃 可以考虑一下相关的补剂哦 我觉得把它们切成块 跟鸡蛋放在一起 会是一个很好的沙拉 怎么样 看起来还可以吧 说到补剂 可能很多小伙伴 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 醋稿类补剂到底有没有用 因为补剂和食物一样 是辅助你自己身体产生搞同 所以从效果上来讲 它和你直接服用搞同 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期待 它会有同样的效果 但是 如果因为你平时饮食或者生活习惯 导致你缺乏某种营养 那么这个时候 一些补剂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比如 维生素D3 在2010年的一个调查研究中 在对54位男性 进行了持续一年的测试 每天服用83微克的人 比给予安慰剂的人 搞同提升了将近20% 那维生素D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本来它是可以通过晒太阳 咱们自己身体产生的 但是因为咱们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很难接触到日光 所以导致很多人都缺乏维生素D 因此在这些受试者进行补充了之后 才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变这么黑了吧 同样对咱们搞同 有很重要影响的就是心 然而目前全球将近有20亿人 都缺乏这个影响元素 在1981年的一个调查研究里 定期让两组人服用心之后 初始搞同水平较低的人 有了明显的增长 而初始水平正常的人 则变化比较小 所以如果平时你的饮食里 缺乏一些肉类 海鲜 豆类 以及奶制品的话 可以考虑服用一些新的补剂 那看到这儿 可能有小伙伴会问 难道只有这种雪中送炭的补剂 没有那种可以让咱们 从正常水平到高水平的吗 诶 确实有两个补剂 似乎有这样的效果 第一个就是美 在2010年的一个调查研究里 在让酒座人群服用美 和运动人群服用美 以及只运动不服用美 这三组人进行对比之后 他们发现 美让酒座人群和运动人群的搞同 都有所提升 而另一个补剂 就是印度人参 跟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陌生 这个最早是在医学上 用于缓解压力和焦虑症的 然而在2015年的一个调查研究里 再把57个健康的男性 分成两组 进行完全相同的 八周力量训练 每天服用300毫克 印度人参的一组 无论是肌肉力量和搞同水平 都比只进行力量训练的一组 有显著的提升 另外市面上 比较流行的两个补剂 一个是Tribulus 这个似乎只对于搞同水平 非常低的人有效 所以不推荐 而DHEA 因为比较有争议 而且目前已经被 恶大运动协会所禁止 所以非常不推荐 那最后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搞同 长年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 那么我推荐 维生素第三 新以及美 正好 Mipro10有把咱们的新和美 都放在一起 所以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希望进一步提升搞同 那么你可以尝试 印度人参 这个是我前两天在超市买的 而另外两个 我就不推荐了 运动健身会提升咱们的搞同 这个可能很多小伙伴 已经知道了 尤其是大重量的复合训练 比如深蹲 硬拉 握推 又或者是HIT HIT 而长时间的耐力性运动 比如长跑 或者自行车 反而会降低咱们的搞同 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说 我要多做力量训练 少做有氧 但很有意思的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调查 你就发现 对于已经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 通过运动 所带来的搞同提升和降低 都是暂时性的 换句话说 就是大家不用再去相信什么 健身不练腿 迟早会 但是 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新手 或者肥胖人群 运动健身 确实可以帮助大家提升搞同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改善整体的身材和健康水平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过度的训练 有可能会让你身体产生一个东西叫 皮脂唇 而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搞同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休息和恢复 避免过度疲劳 另一个对咱们搞同有很重要影响的 就是睡眠 2011年的一个调查已经发现 在把10个男生的睡眠 限制在了每天5个小时以内 仅仅8天的时间 他们的搞同水平就下降了10%到15% 是不是很可怕 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也有睡眠的问题 看看我这言的 所以我开始强迫自己用智能手表 来监测每天的睡眠情况 我发现每次当我睡到自然醒的时候 我会有更长的深度睡眠 整体的睡眠质量 也要比被闹钟叫醒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吵醒 要好很多 所以为了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搞同水平 我推荐大家 每天要睡到至少7到9个小时 而且一周之内 至少有一到两天 要睡到自然醒 什么 你没时间 能不能少玩点手机 另外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少量饮酒是不会影响搞同的 但是长期大量饮酒 会对咱们的生殖系统造成极大的破坏 包括搞同降低 精子数量下降 磁化 甚至是不孕不育 所以千万不要酗酒 而且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是 经常用塑料盒吃饭 或者塑料瓶喝水 也会降低搞同 因为很多塑料产品 尤其是用微波炉加热这种塑料的餐盒 会释放一种东西叫做BPA BPA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磁激素 试想一下 你每天都摄入磁激素 它会对咱们的搞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咱们平时喝水和吃饭 要多使用这种玻璃或者陶瓷的器皿 要尽可能减少塑料的使用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如何提升搞同的几个方法 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 大家可以截图 方便反复查看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不要有压力 非要每个点都做到 而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 完成其中的一部分 并坚持下去 养成习惯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其实关于搞同 对咱们的影响 远远不止我今天视频里讲到的这些 比如它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认知能力 决策能力 甚至是社会地位的 我会把这些 以及上面提到的所有文献链接 都放在评论区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